据外媒报道,世界气象组织20月发表报告称,在渡过有时以来气温第二高的6月之后,7月北半球依旧在极端炎热,干旱和灾难性降雨等具有高度影响天气的控制之下。 气象组织表示,由于滞留封面和裁风派比安所带来的倒量水气,日本在6、7月半遭遇了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和山起滑坡,夺地的日降雨让最高纪录均被打破,西部河北海道地区的降水游位集中。 当地时间7月9日,日本岗山县藏服侍民众走在被水淹没的街道。 根据日本政府统计,灾害性天气供导致200多人丧生,近一万千房屋被毁,紧随洪水和山起滑坡,而来的则是一轮严酷的热浪。 7月15日,日本全国的927个气象站中,有200个记录下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气象组织表示,热浪在7月3日到10日期间席权北北地区,摩洛哥在7月3日经历了43.40摄氏度创纪录高温。 7月5日,阿尔及利亚沙漠地区,为一个气象站,录得51.3摄氏度的最高气温,可能创下该国历史记录。 美国新海岸也受到炎热天气影响。 7日8日,加州的一个气象站,记录到52摄氏度的极端高温。 洛哥在7月3日,洛哥在7月3日,洛哥在7月3日, 加上地布莱顿海滩,游客在享受日光浴。 西伯利亚北部地区的异常高温,从6月一直延续到了7月。 7月9日至16日期间,该地区连续5天经历了超过30度的高温,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加剧。 电力供应受到影响,位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气温比往年平均高出7摄氏度,山火已经影响了超过8万公顷的森林。 而在欧洲部分地区,持续的异常反气旋现象导致降雨稀少,气温升高,对谷物和干草的生产带来影响。 斯堪迪纳维亚半岛遭遇持续高温,北极圈气温达到30摄氏度。 挪威和芬兰分别报告了33.5和33.4摄氏度的创纪录高温,瑞典则在7月中旬发生了大约50起森林火灾。 宁国经历了有时以来最为干燥的夏天,6月1日到7月16日之间的降雨量仅有47毫米。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刚刚过去的6月,是全球有纪录以来气温第二个的6月,而今年也是有时以来最为炎热的拉尼大年。 拉尼那是太平洋中东部海水异常降温现象,该现象会扰乱正常气候规律,为部分地区带来剧烈暴风雨。 在其他地区则引发干旱,出现拉尼那现象的年份级位拉尼大年。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虽然目前通过研究试任人类活动与极端天气之间的直接联系仍然较为困难, 但是血酷热和大规模降雨等极端天气的产生是气候变化的结果,与全球温室气体积聚的长期确实相符。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